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一个魔术战报 今天魔术战报的话呢 是给大家带来一场这gear cup的比赛 在这双方 首先眼帘的话呢 是红色的亡灵 shock 是出生在地图EI回应岛的左边的位置 上楼的话是选择把这个弹 这个放在了下方的一个位置 有可能会选择直接 来练固庸兵营地 可能性会比较高 然后他的对手方面的话呢 是乌克兰精灵Foge Foge 的话呢 比赛同样是摆在了固庸兵营地的一个位置 看来是想法一样 那就要看双方的一个英雄了 看看Foge会不会用Word 真的用Word 因为这张地图的话呢 其实对Word来说好上级 挺挺好上级的 然后的话呢 固庸兵营最高 还可以买黄皮什么的 待会也可以支持一下这个Word的一个恢复 因为Word的 好好经税 所以的话呢 黄皮的一个需求的话呢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的话呢 这个黄皮还可以祈祷这个 其实让对方英雄水仁的效果 不过这边是已经点下了MK 前置式的一个冰房 放了一个这个哨感性质的一个冰房 然后可以精灵 过来的话呢 可以第一时间做反应 同时的话呢 也是这里开的一片视野 这防止对方精灵 可以在防止对方精灵在这里透BP啊 因为这块位置的话呢 其实是人族的一个视野盲区 一锤子 直接给上了这个 不是辩解者 这边精灵过来 看到不是大法师 也就不过去了 哦呦 这边Shok的运气非常不错 打到个小蓝牌 看一下Fogging那边 同样是一个小蓝牌 哦这个技能队砸的话呢 很有看透 这待会拼谁的魔法多 但是就血量而言的话呢 Warden是比较脆弱型的一个英雄 不过的话呢 人族这边因为没有水人的一个吸收伤害 所以MK本身的话会扛的比较的伤 然后这边的话呢Fogging是比较已经爬向了下方的疯狂处 人族这边入业开矿 很标准的一个节奏 看自己是否会买一个黄皮 要就再等第二个黄皮和买个入业之后的一个绿皮 因为这边的话呢应该会选择一个对开矿的一个样子 然后Warden的话呢 剩下两个小怪的话呢就交给这个BIA 还有一个后面的AC什么的 然后Warden这边去首先抢鞋 其实入业这个把鞋抢了其实挺关键的 鞋抢了之后的话呢Warden有了一个稍微风骚的资本 如果MK抢到这个鞋的话呢 然后买了鞋然后又买粉的话呢 哎这边哦经理这边3G之后是学刀扇 直接偷BP 直接是不是偷BP是直接在你脸上摆BP 因为这个小蓝牌的关系 这个刀扇的次数的话呢异常的多 一锤子 但是肯定是马上躲到积极深处 又是把刀扇隐身 人租这边是没有粉的 Warden还有一把刀扇 再一把刀扇 哎呀这个伤的不得了 然后MK这里只能看着进不去尴尬 而且马上这Warden的话呢 又将回出把刀扇的一个魔法 这里人租的话呢只能留一个农民 来敲这个基地了 还有一发毒标 来看入院之后去抢这个道具 其实顶关键的 现在人租的话呢 元气大伤 这些是死的已经不计其数的农民 现在Warden的话呢 因为MK不在这里 完全就可以等单传的CD到了之后 然后直接就拍屁股走人 连TP都不需要教 然后精灵这边的话呢 还在玩双线 直接的话呢就是双线 一锤子 MK来了 MK是选择防守这边 那Warden的话呢只能让他走了 下一头的话呢 缺农民啊 好这个农民还被 这个 下方唯一个敲击地的一个农民的话呢 还被这个A死了 不过现在MK 正好是一肚子的火 没地方泄 你来多少我砸死多少 Warden的话呢 单传走了 回去井水一喝 又是条好汉 然后Fuki这边的话呢 并没有选择开矿 是选择抱了大量女人手 好 精灵是已经放在这边了 MK这边的话呢 三把锤子是否能搞定这个 Warden很关键 就这一点兵力完全不够 这里女人手看的 现在只能逼 逼走这个Warden啊 锤子 而是选择杀兵 杀兵的话呢 那你这里Fordman肯定是全部团面 不过了 反正的话呢 应该是把所有的魔法 倾注到这个Warden身上 拼命的 对锤子对着他砸 就是了 这是能逼走精灵的 唯一的一个方法 Fuki这边还买了个泥人 这一发毒针砸在这个MK身上 MK这交出TP 但是 这俨然已经打不过了 其他方的基地差一点点的一个 血量 能造好 造好的话呢 基地就硬了 但是没造好的基地是没有护甲的 减速一个给你杀 杀一个 MK的话呢 血量被耗下去之后的话呢 空用魔法 空用本领而却使不出来 哎 你最少量的民兵敲出去 你就是想到哪样 MK在后面 形成一个包夹 一锤子 好的 但是 下一把的话呢 MK必须近身 进身走到沃顿身边 你看没有鞋子的MK 沃顿完全追不上 回家喝一下井水 又是连TP都不用叫 这BOTMAN的话呢 也完全被消耗掉了 现在的话呢 精灵这边 大量的部队 接近50楼口的一个女人手 然后疯狂那边基地也是捕了下去 直接敲这几个民兵 能干啥呢 能干啥呢 我的已经是升到了5级 哦 又是把刀扇 清光了自己所有东西 这个是打射击击 离开游戏 好了 恭喜一下 这个Fokey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 呃 一个胜利 本场比赛的话呢 双方在这个 国务兵营地的话呢 同样都是打到了一个 小蓝牌 然后的话呢 本以为会有一个 技能队查的一个好戏 结果的话呢 Fokey这边玩的特别的6 入聂 之后的话呢 呃 其实如果入业之后 呃 人足这边能够早点的去把鞋子 单传粉什么的抢掉的话呢 相信 这个 这场比赛的话呢 后面还会持续很长的段时间 但是 呃 这个鞋子啊什么单传之类的 都是直接Fokey拿到手之后 然后 顺势就利用前面的一个小蓝牌 然后的话呢 是单传进人足的主框 然后的话呢 我们疯狂的使用到战 把这个人足主框的农民 全部都杀光了 然后这边是被逼无奈 只能把这个疯狂的农民 正在造疯 呃在疯狂那处造基地的一个农民的话呢 可以 基本上全都拉回去 就留一个农民继续敲 呃 但是的话呢 就是Fokey的话呢 又是 玩的比较的6 啊 这个 直接利用自己的一个部队 进行一个双限 把疯狂出的话呢 变为一个农民的话呢 也是杀了 这样 谢可的话呢 是主框 呃 经济全无 然后疯狂的话呢 造不起来 然后兵力的话呢 也是一直补不上来 之后的话呢 呃 在最后 这个Fokey大军押近的时候的话呢 谢可 呃 选择也是有非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问题的 就是 如果想逼走对方的 在那个情况下的话呢 想逼走对方的话呢 你杀一个两个女乐手是完全没有用的 你必须的话呢 就个人感觉你应该把所有的技能全部都 砸在那一个窝顿身上 把窝顿逼走 然后的话呢 女乐手就可以 慢慢的一步步的消耗掉 呃 你这个让对方的一个满血 有蓝的 就有状态的一个窝顿在 一直持续在战场上 一把一把的这个耍刀阵的话呢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打的 这个只有纯粹的一些少量的波特曼 是在女乐手以及刀阵的面前的话呢 是丝毫没有生存空间 好 那我们最终来看一下双方的英雄等级 最终的英雄等级的话呢 是Fookie 五级我等 然后这边Shake的话呢 是三级的MK 资源得分方面 Fookie5550 然后Shake的话呢 是4830 好了 那我们今天场模式战报的话呢 也就先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